近日,香港无线电视台,TVB年度台兴剧《新闻女王》在内地平台提前播出,引发广泛关注。 主演蛇诗曼,马国明等人纷纷现身内地,为影集宣传助阵。 在一次宣传活动上,蛇诗曼突然向马国明提问, 关于其未婚妻汤罗文是否奉之成分,引发全场起哄。 据悉,该剧开播前已有超过100万人预约观看,一举打破了港剧在内地平台的记录。 主演也纷纷来到北京,参加剧集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蛇诗曼找着机会,向即将在12月底举行婚礼的马国明发问,引发关注。 在发表会上玩《当然啦》的游戏,对方提出的问题,只能用《当然啦》回应。 面对蛇诗曼的提问,和汤诺曼是否奉之成分,马国明笑珠回答, 当然啦,你没看吗?我的手在按住心口。 在先前的访谈中,马国明曾经透露自己想要成为父亲的想法, 同时也表示自己会为了家庭而努力工作。 而现在,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即将成为一个父亲。 值得一提的是,马国明近日不紧忙于为新闻女王宣传, 同时环有新奇要拍飞行逆记。 然后囚备婚礼的事情,全权交给汤诺曼。 尽管囚备婚礼的事情,交给未婚妻汤诺曼去折腾, 但汤诺曼有没有因为囚备婚礼,就不干其他的事情。 马国明和王生永的分手,以及马国明和汤诺曼的分信言辞, 是近期娱乐圈的延门话题。 很多网友都在猜测马国明到底更爱谁,是王生永还是汤诺曼。 何为真爱,何为利用,我们真的能判断得清楚吗? 当事人都未必分得清,我们作为旁观者,又有何权杂断言黑白? 也许我们能做的,只是静下心来,细细观察, 理解每一位当事人的选择,欣赏爱情的千变万化。 马国明和王生永的爱恨呈受,牵动无数人的心。 2010年,马国明和王生永在电视剧《怒火街头》中初次合作, 两人一见钟情,从此开始了长大六年的爱情故事。 作为80后小生代表的马国明, 与90后早熟女神王生永, 这对小鲜肉、小化的组合,让人眼前一亮。 他们不仅在剧中,有著高超的演技互动, 在剧外亚培养出浓厚的感情。 除后几年,两人再次合作了多部宴门剧, 《愚发正先锋哒哒哒哒巴不得妈妈》, 《试图行者等》, 这些作品更是让他们的爱情, 在除恋中升温, 在观众的,见证下结出恋情的果实。 他们都曾表示,将对方视为理想的另一半。 马国明直言黄森永, 是他追逐多年的梦中情人, 而黄森永也公开称赞马国明温柔体贴, 两人天生一对。 在工作之余, 他们也常出商入队, 打打骂骂, 甜甜密密的恋爱照频频曝光。 朋友圈女不时晒出的合照, 无不令粉丝羡慕不宜。 经过六年的低调恋爱, 马王二人终于在2016年公开承认恋情, 正式成为娱乐圈的一对金铜玉女。 两人公开恋情后, 直言已交往多年,更是被媒体观议模范恋人的美名。 他们不仅在工作上彼此扶持, 生活中也相当恋爱。 公开恋情后, 马国明和黄森永, 开始在公众场合大方受恋爱, 但是从未过分张扬, 一直保持低调的状态, 这也符合两人的个性。 他们会在对方生日时, 在社群帐号上, 送上甜蜜祝福, 也会在访谈中暖心提起对方。 马国明多次表示, 黄森永对他来说是唯一, 他希望将来能与他组成一个温暖的家。 这种稳定的关系, 与娱乐圈里起身研究, 物是人非的常态不同。 两人的真挚感情, 和认真对待感情的态度, 也认得了广大粉丝的认可和祝福。 正当外界都在祝福 骂黄情侣会一直走下去的时候, 一场出轨风波, 却突如其来, 直接导致两人在2019年轮位过去识。 2019年初, 有记者拍到黄森永与许智安偷情的视频, 两人状态害媚, 遭到猛烈质疑。 这已经不是黄森永, 首次被爆出飞闻, 他先前就有过多次不检点的行为。 马国明也不再为黄森永开脱, 直接回应两人已分手。 他表示这次分手是两人共同决定, 希望他以后能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这场暴风似的飞闻, 直接终结了马王六年的爱情长跑。 对大众来说, 他们从无犯恋人一夜之间, 凌位被出轨的受害者, 和人心不古的苦心汗。 舆论对两人评价惨不引导, 纷纷积移过去的恋情, 都事在演戏。 马国明一直之间, 从原美男友变成可怜的失恋者, 黄森永也从甜心女神, 变成了人人救病的浪荡女。 隔天, 天后郑秀文用谁都会犯错表示原谅。 许致安道歉后, 压力就吸到了黄森永。 虽然他也透过社交账号, 发了自协文案, 但似乎并没有达到平息舆论的效果。 受安心事件影响, 黄森永的演艺工作遭到停摆, 为了躲避舆论, 他只好远走他乡。 直到2019年末, 黄森永才返回香港。 经过这件事情后, 黄森永和马国明, 也自然无法继续下去了。 包出黄森永的扶心行为后, 马国明顿时成为宗旨之的, 尽管他在公开回应中, 表现出极大的风度, 但作为男友被出轨, 马国明的内心, 必定受到巨大的伤害。 考虑到两人长大六年的关系, 黄森永的出轨, 让马国明陷入了巨大的信任迷击。 想到两人曾经的甜蜜时光, 他不敢怀疑, 这一次是否都是幻觉。 他也难免会质疑, 一个人如果连最亲近的爱人都能欺骗, 那么在这世上, 还有谁能够信任。 黄森永的所作所为, 的的确确摧毁了两人的感情基础。 马国明必须面对失去爱人的痛苦, 并在失去安全感的情况下, 重新学习如何信任他人。 同时, 他也要承受来自舆论的各种声讨和猜忌。 有人质疑, 他利用黄森永来提升知名道, 也有人猜测, 他早就知道黄森永的出轨行为。 这些声音, 无疑增加了马国明的精神压力。 在事业上, 马国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他和黄森永合作的作品, 受到观众的批评, 两人曾经的甜蜜画面, 成为奉执的对象。 马国明不得不低调一段时间, 慢慢重建自己的形象。 这无疑是马国明人生中, 最艰难的时期之一。 但他还好年轻, 有机会慢慢走出伤痛, 重新出发。 就在马国明的伤口, 还未完全遇合之时, 他突然与汤诺文的分信传出, 正经传娱乐圈。 马国明与汤诺文, 都是前途看好的小生小化。 两人的合作, 是途行者三收事略, 也屡创新高。 其中的感情戏, 被观众调刊是他们再炒作真情。 没想到, 马汤两人, 竟在马王分手后不久 就闪电恋爱, 并迅速订婚成家。 他们的分歧, 最初定于2020年, 后来却突然宣布延期。 有些人认为, 马国明是利用汤诺文, 忘记黄心泳, 来报复黄心泳, 来炒作自己。 有些人认为, 汤诺文是在趁机上位, 来抢走马国明, 来破坏他们的感情, 来提升自己。 有些人认为, 他们的感情是不真实的, 是不健康的, 是不长久的。 这些声音, 会让他们的感情, 变得更复杂, 更困难, 更脆弱。 这段得如其来的分事, 让外界大喜一惊。 明明马国明, 刚从感情失败中走出来, 就又进入了下一段恋情, 触到知快令人难以理解。 舆论对马汤的爱情, 保持高度怀疑。 有人批评马国明, 是利用汤诺文来转移视线, 报复黄心泳。 也有人质疑, 两人是否刻意炒作这场分事, 来提升知名度。 马国明和汤诺文的分信延期, 也让外界猜測他们的感情, 不如表面看起来那么稳定。 马国明可能还没从前一段感情的阴影走出来, 无法组好准备承担新婚姻。 两人的个性也有差异, 马国明比较内向蕴虫, 而汤诺文却很内向张阳。 这也可能对他们的相处方式, 造成影响, 让马国明感到压力。 能否突破重重质疑, 马汤者对小生小花, 最终能否走入婚姻殿堂, 还有待时间的证明。 但马国明的感情问题, 似乎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收复与疗愈。 我们无法断言马国明曾经的感情到底真假, 也无法确定他目前的婚事会不会成功。 爱一个人可以持续一辈子, 份手后也可以获得新欢。 感情的失败不代表他不存在过, 感情的缘进也不代表他不曾真摯。 我们身为局外人, 不应揣测当事人的真心, 而是应祝福每一位勇敢追求爱情的人。 爱情本无定数, 看开一点, 才是对感情最高明的管理方式, 在感情上, 黄森永和汤乐文也有差别。 黄森永喜欢浪漫和情趣, 他经常与马国明一起旅行, 拍照和分享生活的点滴。 而汤乐文, 则更注重稳定和现实生活, 他喜欢与马国明一起生活, 工作和成长。 这些差异使得两人对马国明的态度, 也有所不同。 对马国明来说, 他与黄森永和汤乐文, 都有过美好的回忆和痛苦的经验。 他们都是他的爱人, 也是他的伴侣。 因此, 我们不能简单地回答他的真爱是谁的问题。 或许我们不必过度关注马国明爱谁的问题答案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感受相信他们会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欣赏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珍惜与身边的人共度的时光, 这才是我们更应该去追求的生活态度。 现在, 距离安心事件发生已经过去四年多, 几位当事人都开始了新的生活。 黄森永穿着吊带鱼尾婚纱, 将搞好的身材展露无遗, 踏腕着丈夫的手, 脸上杨逸珠幸福的微笑, 和黎曼环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许慈安也和郑收文依旧互相折磨。 马国明也要和靓汤结婚了。 汤乐文不但在积极的筹备婚礼, 还趁机顺便减肥, 希望自己能以最好的状态出的。 据知, 他已经成功减从25磅在某活动上展现出迁势的腰身, 为了做最美的新娘也是非常拼了。 祝福他们!